大家好朋友们啊 这有一位西安的可能是个女士吧 我看他发的啊 这个挺可怜的啊 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叫娇纵的仙女姐姐啊 娇纵的仙女姐姐 主要想说一下疫情期间我们的经历 我们在雁塔区长丰园小区 长短的长 丰收的丰 公园的园啊 长丰园小区 由于被检测出来 有人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啊 COVID-19 所以小区呢 很早就被封了 被感染的人呢 又在我们这栋楼啊 挺倒霉的啊 也挺巧的啊 所以我们的单元门也是直接被封的 单元门就给封了 有的拿那个电焊就给焊死了啊 那么属于 基本属于最早被封的小区 今天已经居家隔离 第13天了 不能出房门 在这期间楼里很多的住户 因没有收到通知 所以没有准备吃的东西 我个人前三天没有吃饭 家里没有东西 之后收到的回复是 让我们联系物业和防疫站 防疫站啊 现在叫疾控中心 CDC啊 就找他们区的呗 西安市燕塔区的啊 还有物业 物业的电话打不通 你看他这电话呀 不是打不通 有的时候他故意就把电话机摘下来 放在桌子上 这样呢 你就永远都是盲音啊 我原来见过交通队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交通中队的交通警 一个姓张的 他就怎么干啊 他们有那个投诉热线 他就把那个电话机摘下来 放在桌子上 就不想接啊 很多政府部门都有类似现象 你打各种热线 有的时候打不通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啊 然后呢 防疫站的也是打不进去 到最后联系了外面的朋友 给我送了些吃的啊 就从我们小区门口 低了道 他说提 北京人叫低了 低了到我们单元门口 就收了我50块钱 还和我要啊 我说我朋友给了50 不够吗 我就问他名字 后来说给过了 忘记了 特别黑 那可能是物业的人吧 是吧 特别黑啊 之后朋友小区也被封了 所以没办法给我送了啊 他那朋友那也被封了 我们花钱买 都买不到 买点面粉啥的 下单一个星期了 至今还没送来 没人给我们送 刚开始我们核酸 一天做一次 一共做了三次 中间隔了几天没有做 有一户 这个住户家里有小孩 学校要核酸报告 联系了人 我们又全部做了一次 这是第四次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有四天 没有做核酸检测了 很多人都在要求做 所以联系了物业 物业又让联系防疫人员 还没有结果 朋友圈里很多的区域 碑林区呀 卫央区呀 高新区呀 曲江区呀 都已经收到了政府发的物资的补贴 有菜 也有的区域 有肉 唯独 没有我们雁塔区 我们连买东西都买不到 感觉现在像个皮球 被踢来踢去 所有的都属实 没有任何的PS 很多没有结到 从把我们封在家里 到现在第13天 还是14天了 他也有点过懵了 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政府的物资的补助 最重要的核酸 都是我们联系人 让人家给我们做 就这样也是好多天没做了 看到很多平台 都发了发放补助的视频和通知 但我们并没有收到 希望不要遗忘我们 这是西安的啊 西安的长丰园小区的啊 这个女的是个女的 叫娇纵的仙女姐姐 仙女啊 这仙女都快给饿死了啊 他说西安其他区都收到物资了 我看也不一定都收到了 是吧 它们会不会让人家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